心上人,我在科科托海等你 他们说,你被困在了仪里 他们说,你留在了仪里 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加隔离 还是那里的杏花才能酿出你想要的甜蜜 那夜的雨也没有留住你 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 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6日 今天视频的内容是 新疆移宁航班取消 大批的游客滞留在移宁 昨天全天24小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监视兵团 新增确诊病例是一例 为伊犁州霍尔果斯市报告 10月6日零时至9时 紧邻霍尔果斯的新疆生产监视兵团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六十二团 报告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2例 目前新疆寒建设兵团现有确诊病例1例 无症状感染者4例 由于本轮疫情发生在大长假期间 不少游客受疫情影响滞留在伊犁 今天原本有两趟航班计划飞离伊犁机场 最后都已经取消 一离疫情防控指挥部目前表示 外地游客暂时无法离开伊犁 等待新的政策出来 有位北京的朋友 拖着他沉重的旅行箱冒着雨加雪 带着哭泣的声音说 自己斩斩于高速路机场火车站收费站 只想早点离开伊犁回到北京去上班 结果得到的消息是不准离开伊犁 还有位网友他自驾前往伊犁游玩 受到疫情的影响仍然滞留在伊犁 他表示已经在伊犁滞留了三天 且需要面对租车延期费和机票价格上涨的问题 希望能够早日回家 但是据一份网纯的截图称 游客由各乡镇统一送至县客运站 游客运站统一送至伊犁机场去登机 该网传的截图还说 伊犁机场计划通航面向非新疆及无车 新疆以外游客开放 并要求48小时内做完两次核算检测 且称阴性 此项工作只针对于无车的江外游客 目前车辆火车仍无法通行 今天上午 CZ6971航班原计划是由伊犁 京庭侮辱木齐后飞往南京 据航班纵横显示 CZ6971航班延误37分钟后取消 当天上午伊犁机场一位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说 若乘机离开伊犁需要48小时内两次核算结果 行程码不能有霍尔果斯势率居使 并说6日上午本来有航班可以起飞离开伊犁 但是快登机的时候取消了 下午有春秋航空的9C6746航班从伊犁起飞 京庭兰州后飞往宁波 目前是正常的 但不知道后续会不会取消 今天下午 这架航班伊犁飞往兰州段已经取消 该航班从兰州飞往宁波航段 目前为正常状态 航旅纵横查询显示 伊犁机场6日仍为大面积取消 多趟计划飞离伊犁航班取消后 今天是没有航班飞离伊犁 伊犁火车站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目前所有车次均已停运 暂时没有接到恢复运营的通知 伊犁疫情防控指挥部消息 目前外地游客暂时无法离开伊犁 等待新的政策出来 今天宁波人刘先生 已经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惠远东 收费站滞留了33小时 按照原计划 昨天他应该通过收费站抵达乌鲁木齐 还掉正在租用的车辆 而今天中午他应该登机返回宁波 直到今天的傍晚时分 这刘先生说 惠远东收费站仍然有约40辆车滞留 新疆伊犁州疫情防控指挥部表示 目前按照相关的要求 在伊犁州旅游的游客暂时无法离开伊犁 当地正在为游客进行安置 刘先生说 他没有戴秋裤 穿的是夏天的裤子和冲锋衣 他说车窗外的雪 在傍晚5点左右才刚停 他和同行的三位朋友坐在车上 附近的中石化加油站也已经关闭 他们怕油不够用 就没敢开空调 加油站的各项设施也都关闭了 买不到吃的 今天凌晨1点和早上8点左右 有工作人员给滞留的游客翻翻了馒头 刘先生配着炸菜吃了 要上卫生间 得步行到大约一公里外的汉侧 看来啊 这租车自驾的还真不少 这刘先生10月1日抵达了乌鲁木齐 然后呢 租车前往塞里木湖 10月3日抵达伊犁 没想到啊 伊犁就出现了疫情 刘先生决定配合防控暂停活动 在特克斯县的酒店待两天 昨天呢 刘先生租用的车辆到期 他于早上7点出发去往乌鲁木齐 但早上8点多抵达汇远东收费站时 车辆无法通行 只能继续留在汇远东 等候放行的通知 或者呢返回特克斯等候放行通知 他给租车行打了电话 对方也是没办法 需要等他之后归还再补交费用 刘先生原本还购买了今天中午返回宁波的机票 现在也已经全额退票 暂时无法确定何时抵达机场 昨天晚上汇远东收费站所在的霍城县下起了雨加雪 气温跌破零射湿度 刘先生说呢 今天滞留的车辆有所减少 目前有约40辆 但他还想再等一会儿 他说我们也愿意返回特克斯县隔离 但是目前酒店和隔离时间等等都还不确定 还想再等等更明确的消息 下午刘先生看到有一对父母请求帮助 他们给孩子冲泡的奶粉用完了 可刘先生的车上也没有食物了 傍晚6点多 刘先生又说 我们撑不住了 我们准备回特克斯县 中央气象台预计呢 从7日开始 一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中国 并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新疆 青海 甘肃 内蒙古等部分地区 将出现雨加雪或降雪 局地降温达10度以上 上述大部分地区将搬有4级至6级偏北风 新疆山口地区风力可达到7级至9级 阵风10级至12级 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将由小到中雨 局地大雨 新疆北部 甘肃 青海 内蒙古 西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降雪或雨加雪 火车站方面 10月3日有过千名旅客因疫情关系滞留宜宁火车站 有旅客就称呢 在滞留的十多个小时内获得了政府安排的免费的住宿 以宁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呢 10月3日下午开始 所有从以宁方向发出的列车全部停运 将持续到10月10日 此外呢 以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人员表示说 目前居民风控在家 旅客不能随意进出以宁市 航班火车停运 至于情况会持续多久 该工作人员表示说 仍在等通知 而从宁宁回到原住地的旅客呢 就目前情况看 到家后 践行隔离是少不了的 一次大长假旅行 游了一个寂寞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